台中市西屯區在昨天下午 發生了一起超貴的車禍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一台貴桑桑的車 就是有一名張姓男子 他就駕駛著要價1700萬元左右的麥拉倫 當時他是沿著台74線下閘道之後 他在執行車道是違規左轉 結果就跟另外一台在這個左轉的車道 要匯入環中路快車道的林治 兩台車直接當場護狀 不過警方後來表示 其實是這兩名駕駛都沒有依照標線行事 台中市西屯區26日下午發生一起超貴車禍 一名張姓男駕駛要價1700萬左右的麥拉倫 沿台74線下閘道後 在巨星車道違規左轉 越令台在左轉道 要匯入環中路快車道的林治護狀 警方表示兩駕駛均為異標線行事 接下來我們看到新北市板喬分局 一名潘姓圓景執行的時候常常出狀況 取締還會挑釁民眾 也曾用過激的手段 執法逮捕一名走駕的民眾 卻以自己百公斤的體重 又臀部重壓在民眾的頸部 而今法院判處四個月的圖刑可一顆罰金 因為屢屢出狀況 板橋分局將他立即調離縣值外 並列為優先太除的名單 你趕快移動喔 單子可以給我一張 您剛已經說句前收都全程錄影錄音了 你現在要移動嗎 問您最後一次 三 二 一 你到底要怎樣呢 奇怪了 那這是您第二次違規 那你那單子給我 你不給我我怎麼弄呢 我問你 先生好 怎麼 我等排隊啦 剛才要走了 可是不能邊開車邊用手機 我知道你剛剛有移動 可是你不能 一手拿著手機 然後一直有用方向盤 你這樣是不對的喔 不是我要走了啦 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好不好 你不知道喔 那你開啊 你確定你不知道喔 對啊 新北市板橋分局一名潘信警員 執勤時常出現狀況 取締還會挑釁民眾 讓民眾失去理智暴走吃上妨害公務官司 也曾用過機手段執法 曾因逮捕一名酒駕民眾 卻以自己上百公斤的體重 用臀部重壓在民眾頸部 還不斷來回摩擦 造成民眾臉部擦挫傷 經法院裁定判刑確定後 賠償30萬元 今年1月份時 一名男子開車停在路旁打雙黃燈 等待停車隔時並查看手機 而潘源對其連續開出玩手機 並排停車罰單 發生爭執後 又以妨害公務將對方送辦 但今申訴後全部撤銷 潘信員警2月份又亂開酒駕單據 遭到分局督查組發現查辦 板橋分局長陳宇環強調 將秉持著不避縱 不掩飾態度調查此事 而分局已啟動調查 與筆錄製作完成後 將潘信員警依法移送至新北地方 檢查署偵辦 令潘源再執行本案 酒測取締過程 違反相關作業規定 又聚部配合機關調查 板橋分局將於調查後 何宇寄過處分並調離限職 未來列入優先太除對象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桃源出現一名恐怖的女房客 她在乘桌的透天措內 飼養了數十隻的貓狗 不但常常被鄰居來投訴 貓狗的叫聲擾人 更因為租屋內堆積的大量的垃圾 散發了惡臭惹人厭 直到租約到期 女房東的孫女進屋查看 竟然發現屋內有數十具 被餓死的貓狗屍骨 由於李姓女子近兩三年來 屢屢致欠房租 房東雖然多次前往屋子找尋 都無法找到她 半年後聯絡上 李姓女子一樣無法償還房租 她已離愛住院或住在她處 沒有住在這間房子等藉口 拒絕房東孫女 鍾小姐查看屋內的狀況 直到今年2月24號 足月到期後 在李姓女子同意下 進入屋內 才發現屋內堆滿垃圾 而且有十幾隻貓狗屍體 當天通報動保處帶回貓狗 桃園市府動保處表示 據四組表示都是餓死的 但因數量龐大 確切死因仍要進一步查證 以帶回幾乎風乾的貓狗屍體 送專業的單位解剖 而進一步確認是否有毒物的反應 同時在相關調查後 依違反動物保育法 移送桃園地檢署偵辦 好 過年期間大家都會出遊 出遊其實有一個蠻花錢的地方 就是住宿了 沒錯 尤其是國內住宿的話 現在的國內住宿真的是蠻貴的 對 價格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有一名新手爸爸 他就透露過年期間帶著寶寶去 墾丁玩要五天四夜 但是為了省錢 他就利用嬰兒床30天內可退廢的機制 訂了新的嬰兒床送到飯店來代收 而自己組裝 睡完四天後迅速退換 而貼完一出立刻走到網友的炮轟 男網友在PTT母音版表示 廉價住宿真的很貴 沒有住親子飯店省蠻多的錢 而價格一碗便宜2000元以上 等於四天足足省了8000元 最後元寶厚著臉皮向客服申請 不滿意退貨退款 更得意的笑稱 這滿讓我意外的 很阿莎莉的全額退款 溫末還像版有喊話 如果大家帶寶寶出遊 需要省錢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當然盡量避免廉價出門最好了 而文章曝光後 全場網友看傻回應 退款貨服務不是給你這樣用的 非常的惡質 這種道德瑕疵的事情 還要拿出來沾沾自喜的分享 不過也有人質疑 業配就算還推廣濫用退貨的機制 能詳出這種業配法 也是滿奇葩的 根據《金周刊報》的香港女星余湘寧 去年她憑著白日之下 入圍了金馬獎的最佳女主招獎 那個時候她有第一次來到台灣 那最近她就跟著她的老公 帶著小孩來台灣 小旅行要來過情人節 沒有想到她們一家人 到這個象山公園 來爬山的時候 卻巧遇到Youtube頻道的 旅遊真台灣Youtuber Lena跟Patrick 她的高顏值跟好身材 就讓對方還有她們的粉絲 大為驚豔 余湘寧在2月中旬 帶著老公跟女兒來台旅遊 其中一天 她們到象山公園時 就巧遇了Youtube頻道 旅遊真台灣的Youtuber Lena跟Patrick 當時她們兩人正在拍影片 影片的主題是隨機邀請路人 跟她們玩一整天 而余湘寧當時也被邀請 但她向對方透露自己來自台灣 只是帶小孩來公園玩 因此Lena一行人 便不打擾余湘寧一家人 只是事後對著鏡頭大表驚訝說 她已經是媽媽了嗎 她看起來超級無敵年輕的 而影片上架之後 在留言區裡也有許多粉絲 對於余湘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留言說 香港媽媽好漂亮喔 有小孩了身材還那麼好 而認識余湘寧的粉絲 則幫忙留言回覆她的身份 余湘寧本人也將影片截圖放在 AG線洞 還特別在封面女的真漂亮我的菜 這則留言底下畫線標記說 這是重點 而白日之下已經幫助余湘寧先行 奪下了香港電影評論學院大獎影后 再獲得四月舉辦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女主角提名 而且豐厚呼聲甚高 如果得獎的話 余湘寧將會是香港本土首位90後出身的影后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藝人Makeel在去年7月離婚 而她也表示自己之後要為自己而活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減掉了25公斤 瘦身成果是相當的驚人 而她近期在直播中分享減肥的方法 透露主要做法就是控制飲食 再加上膠原蛋白的輔助 才能在斷氣內瘦下這麼多 我後來真的才知道說 糖是最不好的東西 糖分這個東西喔 如果嚴重性的話是可以戰爭的 我沒有騙你喔 真的 因為我爸是腸尿病種 我爸爸呢就是每一天早上一起來 就是喝很甜的紅茶 一杯我跟你講 三四個月直接變腸尿病 尿尿旁邊馬桶都是麻衣 會糖尿病真的很恐怖 然後還有少量多餐也會不行 少量多餐很傷身 我覺得這個都能厚很低 有一種成真的 谢谢大家